苏花公路昨天晚上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有一辆大货车跟一台小客车对撞 造成了小客车上面的四位军人都轻重伤送到医院 不过后来警方调查发现 这四位的职业军人疑似是为了要及时赶回部队 超速开车才会在过弯的时候打滑失控 撞上了对象而来的大货车 几点要不要出来啊 打不出来啊 傍晚六点多大货车行驶在苏花公路上 正要南下送货 没想到在转弯处突然冲出一台蓝色小轿车 速度过快刹车不急直接撞了上去 两台车直接对撞 大货车保险感凹了下去 蓝色小轿车前座受到严重挤压 玻璃破碎一地车门完全变形 连车身也只剩下三分之一 车上的四个人全都是宜兰金六节营区的职业军人 26号晚上从花莲受训结束 为了要在晚上八点前赶回宜兰部队 疑似超速驾驶 才会在故湾处打滑失控 撞上大货车 这起严重对撞车祸发生在苏花公路 136.2公里处因为路线是单线双向 加上疑似小客车超速失控 最后高速撞上大火车 再看一次画面 两台车高速对撞 小轿车的车头全毁 半个车身几乎被压扁 四名赶回部队的军人伤势严重 还在加湖病房观察 最后林医生李贵哲云南采访报道